哈囉,今天這個是個新節目 每星期會不定期推出 基本上就是有值得分享的新消息就會推出 也請新來的朋友記得訂閱蘋果爹的頻道喔 再來,這類的節目為求快速 我們的字幕會用YouTube內建的字幕功能填上 所以請記得要開啟字幕功能 那如果有願意幫忙上字幕的朋友 我也會開放字幕編輯的功能 那就先感謝你們囉 所以今天總共的新聞有 1.台灣AirPods上市的時間 2.iPhone 12設計圖樣已經被爆料出來了 11不是才剛出嗎? 3.iOS13 BetaE推出 它解決了最大的問題嗎? 4.16吋的MacBook Pro終於要推出了 好,我們先來說一下AirPods Pro台灣上市的時間吧 Apple Store的電源口風真的很緊 我問了好幾次都問不到 但也只能說Apple員工的訓練果然是不錯 但並不代表沒有消息露出來 10月裡已經在NCC透過了電檢 依照之前的經驗看來 應該是不出一個月左右就會正式上市 但是現在全球又面臨缺火的狀態 在美國要等2-3個禮拜才能收到 我們就只能持續關注而希望它會快點上市囉 要先提到一點 沒有試戴過耳塞式或是主動式降噪耳機的朋友們 最好在購買前先試戴一下 因為耳塞式真的是並不適合每一個人 我家裡就有很多服丟著都沒有人用 而且盡量不要花很多錢去買水貨 網路上飆到9000多塊 如果到時候使用不習慣就賠大了 好,再來 今天突然爆了一大堆iPhone 12的 rumor 而且有很多出處還算是可靠的來源 我們就來先說幾個重點功能吧 先說外觀的部分 設計會回到iPhone 4跟5的邊框設計 意思就是側邊會比較偏方 而不是現在圓弧形的 Phone Arena有做出模擬圖 我個人最愛的iPhone設計還是iPhone 5 但是現在變得那麼大隻 如果側邊方方的會不會很不順手呢 再來就是螢幕的部分 據說會有120Hz更新率的螢幕 其實這樣的螢幕在iPad上有出現過 可是iPhone會使用的會是OLED 所以螢幕的品質上又會更好 那這種快速更新率的螢幕會讓螢幕在操作 還有玩遊戲時更順暢 當然還有瀏海變小的謠言 等時間更接近我們會有更正確的訊息 讓我們一起等等囉 還有你可能從模擬圖上看出來了 對,可能會有第四顆鏡頭來加強3D跟AR方面的功能 意思就是它的相機在3D掃描上能更加的準確 在一個空間內能掃描的距離也會增加到5公尺左右 但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專注在AR上面的功能 我覺得現在以AR的普遍性來說 實用度可能還不是很高 我本身會希望第四顆鏡頭可能可以專注在不同的焦段 或是更加加強現有照片的解析度 尤其是光源不好的時候 其實如果同樣的三顆鏡頭都能用上更好的感光晶片和鏡頭 使用上就會非常有感了 好,第三個新聞就是iOS13.3Beta1推出了 其實從13開始就會被人家罵到爆 想測試的人我會在下面放下連結 我本身是在13.2上面有碰過多工處理在背景強制關閉的問題 但是只有一次,重新開機之後就好了 如果你是目前有碰到這個問題的人 看來13.3Beta1是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等Beta2出來我會再來回報的 好,最後一個新聞就是在新的MacOSBeta中 Mac Generation發現一張16吋MacBook Pro的照片 設計上可以看出來它的邊框又更加窄了 就是在螢幕的部分 除了這樣,設計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機身的厚度看起來也沒有增加多少 所以實際上的作業效能跟15吋比起來能增加多少 還是這就是要取代15吋的版本呢? 距離推出的時間應該是不遠了 據說在幾個禮拜內就會看到 價格也是預估至少10萬元起跳 所以最近有想要買MacBook Pro的人 可以再等一等囉 好啦,如果你們喜歡這類 蘋果或是科技類的新聞快報 幫我按個讚,讓我知道 也請你訂閱我的頻道囉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見